那個地方就是因素又太多了 其實可以分成很多種 比如說大家常碰到那種尿布疹 就是你拉肚子的時候 那種叫刺激型的 就是哪裡沾到便便哪裡就紅 而另外一種就是叫做過敏型的 就是它明明就是尿布磨的地方 它就會長 或者是你擦乳液 或者是你用什麼東西洗 然後它其實對那個東西很就是不適應 然後就會長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是悶熱型 就是等於是你在裡面悶出濕疹 或者是這種因為悶熱所造出來的汗疹 就是剛剛我們盧醫師講的 第四種是這個叫做感染型 就是裡面根本就是長了念珠菌 或什麼的 所以說老實話很多媽媽說 醫生啊 我小孩有點尿布那邊 中藥部位有點疹 幫我開個藥膏這樣子 我說等等等你先不要出去 我要打開看 我才知道到底是哪一種 不然我會開錯藥膏 那結果你明明是汗疹 結果我一擦就更嚴重 真的 其實剛剛這幾位媽媽講的 其實在我們門診裡面都發現 特別是最近的溫差比較大 開始很多家長都把這個東背拿出來 對 但是拿出來的時候開始出現什麼狀況 有一些小孩子睡到晚上 全身開始發癢 因為他們有做到 拿出來要布袋 或者拿出來的時候先洗 或者再烘乾 再第二個 像我的病人有一個是在美國 他念小學 那只有媽媽跟他過去 可是那一天剛好媽媽回台灣 照顧爸爸 你會不會先講那部分 真的 這個不好說 不好說 所以爸爸也重要 你會不會先講那部分 比較容易 我們醫師照顧 爸爸真的要不問媽媽回來照顧 真的 這個小孩子晚上就打簡訊 跟我說 叔叔 全身allergy 我說怎麼樣 怎麼樣 他說我剛剛吃了巧克力 那個 那個 棒棒糖之後 就開始了 對 那你想 美國的這種巧克力裡面 都有什麼東西 哇塞 對 我說好 沒關係 那你先休息看看 有些時候這種過敏一下子就好 到隔天早上 他剛剛傳的訊息跟我說 Uncle 我整個嘴巴都腫起來 天啊 你一定要去看醫師 結果他跟我說 他的家庭醫師跟他講說 我下禮拜再回國 你下禮拜來找我 那大家知道 美國是屬於預約制 對 我說不行 你拿著你這張臉 去跟急診醫師說 我快休課了 那個急診醫師跟他講說 你這個就是 快休課性的這種 快休課性的 假的 我開個藥給你 但是美國他 不會開類固醇 也開個藥 讓他回去睡覺 睡完覺的時候 隔天他拍照給我看 我認不出他了 他的臉都腫起來 好過敏喔 他就跟他說 真的不行 你再回急診醫師 那第三 第二是回急診醫師 才開給他類固醇的藥 這種體質在中醫來講 我們把它稱之為 特餅值 特就是特別的特 那就是屬於一種 比較特別的 特殊的體質 那餅是餅附於我們父母 也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體質是屬於 隱藥性的體質 那其實根據研究來講 一般媽媽 跟小孩子的這種過敏 比較有相關 那像這一類的體質來講的話 像我們中醫又分兩種體質 如果這一類小朋友 喜歡吃烤的 辣的炸的 會形成一種吃熱性的體質 所以你看這些小朋友 都很胖 胖胖的 或是米其林的皮膚 所以有些時候 他穿褲穿在井 會有皮膚疹 對 這裡肉掀起來 第二型就是 常常晚上睡不好 又喜歡晚都很晚睡 這一型 他最後會造成所謂的 所以他的皮膚品質 都會變得比較乾乾的 那你擦任何 擦再多的那種 乳液 它還是很乾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 他整天都在燒癢 像這種特定質的小朋友 我們還是必須從生活飲食群裡面去 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不管是像飲食啦 生活啦 或是像我們 大人可以吃的東西 小朋友不見得可以吃 真的 真的都要隨身 就是要防備這種事情 因為像我們家 一直都沒有養寵物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小朋友對 就是寵物的皮毛 或是毛穴 有沒有過敏 那有一次呢 我就帶兒子去朋友家 那朋友家有養貓 那小朋友其實我覺得 他看到就是小動物 跟他玩得很開心 開心 我覺得那也很好啊 結果沒想到才玩一下下而已 他就立馬就是衝過來我這邊 我就想 欸 怎麼整隻手 然後大腿跟胸部這邊 都長那個小疹子 然後嚇到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當下 他也沒有說他癢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就正在玩嘛 然後可是我還是覺得 太可怕了 趕快先帶他去 就是跟朋友借個廁所 然後幫他沖個澡啊 然後立馬 我就想到絕對是那個貓貓 或是貓的皮屑 所以從那之後 我隨身都要攜帶就是那個 那個藥包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在外面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 你又不好意思 每次去別人家都問家 還問人家說 你家有沒有養小貓小狗 對 所以我就幫他帶藥膏 然後只要他稍微不舒服 就是看他開始有要起疹子的樣子 我就會先用冷水槽 幫他擦過 然後再趕快幫他擦一點藥膏 才不會讓他一下 然後就冒出來 真的 我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只有人會對狗毛 或是狗的皮屑過敏 狗不會對我們人的皮屑過敏呢 也許他過敏 你覺得狗會半夜去找醫生 是在狗魚哪裡養嗎 對啊 所以應該是說我們的毛 沒有那麼容易掉下來 而且我們的頭髮都會掃乾淨 也就是我們自己會把這些部分 其實清潔乾淨 可是狗毛可能掉的頻率 會比我們來得高 對 CD的P開過敏 可是P開過敏的這個範圍 其實就很大了 如果來說的話 您的部分是有包括 一些的部分的吸物式的部分敏感 你可能就要花過 準備一些浮濕機啊等等的部分 對 那另外的部分呢 畫畫食器 另外多喝開水 想辦法消除身體裡面 一些過敏的部分的物質 是 盡量少吃一些 就是柑橘類 或是一些外面賣的 廝售的那一果 為什麼 柑橘類為什麼 柑橘類為什麼 那你在處理過程之中 可能把皮的地方也擠進去 或是紫的時候 你切的時候 那個紫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過敏的物質 哦 因為這柑橘的部分 大事實上還好 不然你處理的時候 就是要 對 那當然更容易過敏 大概就是 芒果草莓這些就不要碰 你市售的果實當然不能碰 為什麼 因為裡面多多少防腐劑 跟其它 這些東西當然就少碰了 對 另外的部分的話 我們還有包括就是 衣物的地方 盡量要穿得比較通風 然後盡量不要來說的話 樹得很緊 對 那另外就是大家洗澡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會覺得 癢的時候 洗熱水澡好像很舒服 更癢 更癢 洗完以後會更癢 擦乾就更癢 對 一開始它就熱熱的 好像以那個熱的部分 去舒緩了它 可是洗完的時候就會更癢 到底能不能用這些 質氧藥膏 當然它有即興起 你還是必要用藥的時候 你要去質氧的部分 可是質氧藥膏分了很多種 對 一種的部分的話 只是涼涼的 那涼涼你就要注意 所以可能裡面有過河 或是一些僵腦 如果它沾到傷口的時候 其實會刺痛或不刺痛 對 所以可能就不一定能夠去使用 可是有些的質氧藥膏裡面 含的其實是 藥用的抗組織胺 它其實刺激度 有些人就會稍微比較小 因為有些藥膏 它可能裡面含的是類固醇 你就要區分清楚 你的小朋友如果過敏 真的是濕疹 你才去擦 不是濕疹的 不要隨便亂擦類固醇 所以你如果不清楚 你的藥膏裡面的成分的時候 我最好來說的話 是請問醫生清楚一點的部分 再去使用 那當然乳液的時候 在過敏期到底應不應該擦 是要先搞清楚 它是哪一種過敏 如果來說它今天是起汗疹 你注意的部分是通風 如果它其實是一種 是怎樣 皮膚粗粗乾淡的部分的過敏 像一些接觸性皮膚炎 擦一點乳液乳霜 它反而覺得比較舒適 所以它就會變得很複雜 如果搞不清楚 真的啦 我覺得還是看醫生 問醫生 真的 搞不清楚麻煩 那像我們家小朋友跟爸爸 都是過敏體質嘛 所以我自己本身 非常注重環境清潔 那我就有一點地板潔癖 我就會一直拿西層去吸 然後除塵蠻 包括沙發床都會除塵蠻 然後每個星期都會換洗床單 好乖喔 真的 我真的換得很清楚 沒有多累你知道嗎 因為為了他們好 我還是會很興奮的去換 對 然後飲食這方面呢 我就會盡量 讓他小孩吃清淡 避免刺激啊油炸 或是重口味的東西 而且一定會做紀錄 這樣如果發生問題才能往前 你會做紀錄 好棒喔 對啊 一定要做紀錄啊 做紀錄是這樣的 有一個妙子 就不用像小月媽天天記 但是你發作的那一天 你就把這兩 這一天 大部分就是這一天 然後據信你 不能就寫得很隨便 這個青菜啊水果 這樣不行 你就要講哪一個青菜哪一種水果 哪一種魚 哪裡買的 放了幾天了 其實你越寫得越詳細越好 那你就把它放在抽屜裡 下次再發作你再寫一張 第三次的時候你對著 比對一下 先抓出兇手是誰 就是這一家 魚飯 賣得比較不新鮮的 真的 像我們家小朋友 他也是那種 天氣熱都會 就是會養 到處養的那種 所以我其實會 讓他吃一些中醫說 比較清涼 焦暑的東西 像是 會火的東西 其實像中藥裡面很多 可以使用的方 包括像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它屬於腸胃室熱比較明顯 我們中藥要放叫消風散 那為什麼呢 我們說養枕它屬於風 所以中藥才會說 這個養枕就很像一種風一樣 來為你去無蹤 突然間來 一下子就沒有了 所以這樣第二個 我們可能會針對這種 陰居血造 剛剛講的 他可能就是常常睡不著啦 玩到很晚啦 皮膚比較乾 我們可能會加一點 濾霧湯比較補血的 去達到補血潤造的作用 再來我們在飲食方面 可能會建議媽媽 像有一些剛剛講到的 臉脂也很好 那三藥也很好 那因為三藥它入我們的皮肺精 那中藥要講肺阻皮毛嘛 所以我們皮膚上面的問題 頭髮上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肺精來遭受 那第二個 臉脂它具有抗氧化劑的這樣一個 提升抗氧化劑的作用 那第二個它還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那像這種藥人的話 它入我們的皮胃精 它可以 所以像很多患者來的時候 我就會跟那個媽媽說 你回去如果可以的話 煮一點四成湯 或在你的那個飯裡面 你可以加點藥人 給這個小朋友吃 那你不要說藥膳 有些中藥他就不願意吃的 我們在椅子裡面 跟他加一點點好吃 他就會願意吃的 那像我們中藥有些時候 會可能把一些比較苦寒的藥 不好吃的藥 把它熬成湯汁 那像小孩只要泡腸的時候 給它加進去 像一樣蛇床紙啦 白鹹皮啦 地骨皮啦 像苦生根這些很苦的藥 可是它對驅蜂質養效果相當好 那有一些可能 小朋友泡腸泡膚習慣 我們就做成一個藥品 擦體表 就可以 別忘了訂閱媽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S